父亲出生于1995年 她是香蕉鱼的旗下的艺人 现在是女子演唱组和火箭少女101的成员 她很小的时候就出来打工了 她当过舞蹈老师等之夜 家里还有几个姐妹 父亲长得还算是比较美的 但的颜值普遍 都是偏高的女子组合里面 她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了 父亲她毕业于湘南学院 曾经她还在很多的节目中出现 甚至还在综艺节目快乐大板营的广告画面中 里面也有她的影子 父亲是一个很坚强的女孩子 看上去很美 她的身材非常好 穿搭起来很有细致 火箭少女父亲现身机场 穿着深蓝色吊带上衣 衬的肌肤白皙有光泽 非常简单的款式 但她长得很美 穿起来还是很好看的 父亲才23岁 还是很年轻 父亲穿得还真清凉 一件简单上衣 吊单露出来了 有点尴尬 把上衣竖进裤子里面 拉长了腿形 显得双腿纤细修长 搭配起来很好 穿起来很气质 父亲背着银色 胆尖薄薄 增加了几分说女感 戴着金色的项链 也是很美了 戴着黑色的墨镜 壮脸沈梦辰 意外不意外 看上去她的脸型跟沈梦辰还真像 再看看其他穿搭 腹形里面是白色短裙 短款设计 秀出纤细眉腿 外面是浅蓝色牛仔外套 增加了几分休闲 搭配黑色的后底鞋子 拉长了身材 看上去很气质 看上去很气质